文佛音 见佛法 文佛音 是一个陌生的词 失眠的人群与日俱增 据相关的调研显示 我国现今失眠人数远超三亿 经常失眠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危害很大 大家要提高警惕 不要等失眠对我们的生活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影响时才想到要治疗失眠 但是要想彻底解决失眠问题 首先我们就要先找到失眠的根源 从源头上解决问题才行 那么我们该如何寻找失眠的源头并加以解决呢 来看一下今天的几个故事 或许你能从中找到想要的答案 第一个故事 七天噩梦念佛即消 以下是一位佛友的字数 1994年11月间 我的爸爸生病了 住在台北三军总医院 平常都是我在照顾 因为我是出家人最有时间 隔壁六号病房是一位70岁的老太太 由于老太太无儿无女 只好请了一位看护来帮忙照顾 看护每天早上八点上班 晚上八点回去 有一天下午 隔壁的看护来到我爸爸的病房 跟我说 师父 师父 我们老太太请你过去一下 有些事情想要请教你一下 我过去看这个老太太 她一脸憔悴 躺在病床上 她对我说 师父 我好久没睡觉了 我眼睛一闭就看到两条黑影 还有一座山 好像要倒下来压我 我不敢闭眼 但是我已经很久没睡了 实在很累 师父 我该怎么办 是不是要请人来超度 还是做点什么 我说 这是你过去世的冤亲债主要来讨功德 亲就是祖先亲人 冤就是过去世你欠他的债 或者害过他 你平常没有这个现象 但到了年迈 尤其是有了病之后 身上的阳气比较衰弱 阴气比较强盛 才能跟阴界感应道交 要解决这个问题也容易 倒也不用到外面请师父做法会 你就躺在这里念佛 念南无阿弥陀佛 念到你想睡觉了 就安心地闭上眼睛睡觉就行 这时 坐在旁边的看护就说 师父 我虽是一个三宝弟子 可是没有时间做早课 一大早就要匆匆忙忙来上班 顶多在佛前上个乡 我就跟他说 你已经到佛前上乡了 可以顺便念一串佛珠 佛珠一串一百零八颗 念一句佛号拨一颗 念一串顶多两三分钟 然后做个回向 这样也算是一堂早课 功德比一般早课还要大 因为你是专念佛 再怎样没有时间 至少也应该有那三分钟吧 你可以提早三分钟起来 不然你好不容易到佛前上乡了 没有念佛 白白离开 不是太可惜了吗 他一听觉得有道理 就说 好 我回去就照师父说的做 第二天 七点五十五分的时候 这个看护上班之前 就先到病房来看我 手上还拿了一包瓜子 看到我就说 师父 师父 这包瓜子你一定要接受下来 我之前已经一连七天 都梦到我的祖先 还有我的丈夫 就只有昨天晚上 一夜睡到醒没有梦到 原来 他晚上回去上香的时候 就顺便念一串佛珠 念个回向记 他的祖先 还有他的丈夫 得到念佛的功德 也或许因为连续七天了 所以第八天就不会再梦到 也或许那天晚上 他念佛超度了祖先 所以不再梦到 八点到了 他匆匆忙忙就回到隔壁 一到隔壁又转身回来跟我讲 师父 哪有人那么好睡 睡得特别沉 这个七十岁的老妇人 很久没睡 很累 但是他有依照我讲的自己念佛 最后他就安然地睡着了 很久没有睡 一睡着就睡很久 此后 他就再也没看到那些干扰他睡眠的景象了 念佛方法简单 数目虽然少 但是一个七十岁的妇人因为念佛 原亲债主化解了 也不用专门做种种超见 自己念佛就可以了 念佛最容易 无论何时 何处 何缘都可以念 对念佛的人来说 大殿在哪里 念佛堂在哪里 最庄严神圣的大殿 就在我们念佛人的心中 阿弥陀佛时刻都盘腿坐在我们的心中 在放光洞地 所以 我们也未必要到哪个庄严的道场 我们就专一念佛 弥陀不离我身 我不离佛身 我跟佛无时无刻不在一起 如影随形 所以 念佛人才是真正与佛同在 看护连续七天梦到冤心债主 不知道怎么办 听我说要念佛 他就念佛 他也知道念佛自然就能化解 超度 可是法尔自然 即使不知不求 也有此种功能 阿弥陀佛都知道 第二个故事 听着佛号 失眠就好 这个故事同样来自一位佛友的分享的自身经历 1995年 我一个亲戚住院 有一天下午我到医院去看她 当我走进病房时 后面也跟随一个妇女 那个妇女四十岁 看起来好像五十岁 走路有气无力 脸色暗沉 眼眶乌黑 很憔悴 很老气 讲话有气无声 他看到一个师父走过 就好奇地跟在后面 又跟我说 师父 我一个星期都没睡了 我一听 就直接了当地回答 你只要念佛 就能够睡 他回答 我这样还能念佛吗 我想也对 他一个星期没睡觉 没有精神了 于是就跟他说 没关系 等一下我去请一台念佛机给你听 你能念就跟着念 不能念 就专听这个佛号 这样就能入睡了 我匆匆忙忙就到火车站附近 买一台念佛机给他 跟他说 念佛机可以插在耳朵上听 也可以放旁边听 总之就是听这个佛号跟着念 说完我就回去了 第二天下午 还是那个时段 我再来看我那个亲戚 当我进病房的时候 那个妇女坐在里面 很有精神跟人家有说有笑 她看到我进来 就很高兴 很感谢地说 昨天我儿子陪伴在旁边 所以我不敢放出声音 是带着耳机听 听呀听呀 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今天睡到很晚才醒来 醒来后感觉好像七天以来睡不足的全都不过来了 有精神了 往后每一天晚上睡觉 她一样戴耳机念佛 因为都是她儿子跟女儿在旁边照顾 医生就跟她说 你最近看起来好得很快 气色不错 如果这样下去 可以准备出院了 十几天之后 她就出院了 出院后也联络我到她家布置佛堂 在墙上定一个佛刊 挂一尊拿摩阿弥陀佛 她说从今以后都要拜佛 念佛了 那时她跟我说一个星期没睡 我就直接说 你只要念佛 为什么 七天没睡肯定是业障 如果医生有办法 医药有办法 就不会连续七天睡不着 对治业障的妙药就是阿协陀药 就是纳摩阿弥陀佛 她虽然不能念 但她耳朵听 耳朵所听的 等同心中所念的 那时没跟她说什么道理 也没跟她说阿弥陀佛大慈 大悲救苦救难这句名号 具有万德 念这句名号佛光就会照耀 念这句名号附近鬼神 就会静而远之 化解冤亲债主 甚至附近的鬼神都被阿弥陀佛的佛光 救度到极乐世界去 都没跟她讲这一些 只对她说只要念佛就能睡得着 她虽然什么都不懂 也没有什么回向 照样达到那个效果 就是因为 这一句名号是有光明的声音 阿弥陀佛的光明是没有声音的名号 一旦念佛 阿弥陀佛没有声音的光明 就会显现在她身上 医院的鬼神看到念佛人身上有佛光 就会很欢喜 很恭敬 甚至会恭敬地向我们礼拜 也会在我们旁边保护 庇佑我们 往往因为看到佛光 就被佛光救度了 在六道轮回的众生之中 最想念我们的是冤亲债主 生生世世跟我们如影随形 都不放弃我们 当我们念佛的时候 不管是冤亲债主或是亲人祖先 正好接受阿弥陀佛的光明 化解彼此的冤结 同时也被弥陀光明摄取 阿弥陀佛的光明 不只是一道光 这光明不但温暖明亮 也充满了佛的慈悲 智慧 在光明中有阿弥陀佛的眼睛 耳朵 有阿弥陀佛的心肝 有阿弥陀佛的血液 阿弥陀佛的慈悲 智慧 愿力 神通 都在名号光明里面 鬼魂接触到光明 哪有不被佛度化的呢 总之 默念佛号也好 默念经典也好 念念相续 不仅仅能安住自己的心 还有无量的功德与福报 达摩祖师的安心法门有云 迷失人主法 解释法逐人 不要职于任何项 包括法 佛的八万四千法门 是致众生的烦恼所用 应该懂得在生活中修行 在修行中生活的道理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